本视频接着上一个视频 上一个视频我社区找一点软糖回来 然后我发现有点冷 我就给自己增加了一些暴暖措施 其实还有一件外套的 但是就像你们听到的 这外套声音这一项 除非有人很享受这种声音 不然的话还是不要穿 然后 录视频开放调会有很香的噪音 然后 我在见面录完视频之后 找了一大圈发现我并没有软糖 我唯一能找到的稍微软一点的糖是 就是这个嗶嗶嘟味道 就是很魔鬼的什么味道都有的 但是呢我已经说了说 我去找点软糖来录一下 如果 我不想吃这个 我唯一的选择就是下楼去买 天太冷了 我放弃了 我尽量吃这个 好 我们来 听一下吃软糖的声音 我把它倒出来 先倒一些出来 然后放在这边 再拿一颗 我先看一下啊 这什么味道 我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晋能肝 然后 没有 你 有点 有点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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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点 好像我在吃之前应该看一眼 不然我完全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味道 感觉有一点点难吃 但不是非常非常难吃 我猜有可能是 我先看一下这里面有那几个味道 有香蕉味 还有胡椒味 蓝莓 鼻石 樱桃 我试试吧 candy flowers 还有肉桂 蜜巴味 Earth or 蚯蚓 蜜巴 蜜巴 Earth 这是二十 Gran 还有香草 青草味 青苹果味 还有 麵花糖 有它的这个 抽抽鸡蛋味 Sosage 香肠味 这个我有点想吃 还有柠檬味 肺测味 这个叫什么 什么 十斤水果吗 不知道下一个 还有 和西瓜味 现在先看一下 找个颜色好看见的 一般来讲这种颜色的 一定会很恶心 但是早晚都要吃的 好 我们现在吃一个了 这个 泥巴味 怎么形容呢 就是 就是泥巴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吃过泥巴 但是我能很确定 这个就是泥巴味 吞下去我不要了 我不用了 就是太合心了 下一个 这种泥巴味 好 我们来看这个红色的 还有一个 这么可爱的红色应该 它当中为什么有一块浑色 就是泥巴味 就是泥巴味 就这种泥巴味 那么 很漂亮 好,我们来下一个 刚刚那个应该是蚯蚓味 虽然我没有吃过蚯蚓 但是蚯蚓味应该就是那个 因为它跟你把味有点像 但是比你把味再恶心一点 好,下一个 这个吧,这个颜色看起来挺可爱的 baby blue 应该不会太 不会太恶劣了 嗯,就可以 肥皂味 这个一定是肥皂味 因为我吃过肥皂 其实叫这个汤的声音没多好听 因为 因为这汤不是那种特别软 然后大块的 像骨头脂感的 太挺硬的,然后又黏牙 因为这个汤是不错的 这是最新的汤 很香的 胡椎 不错的 这种汤的汤 比较多高 所以那个汤 它的汤 是不较 是不错的 而且汤 好,现在 这种汤 还很厉重了 早吃完吃都要吃的 不想把这个黑色的吃了吧 我吃了 我吃了 很濃很濃很濃 我得到辣的香蕉 真的好说我让up主吃东西的声音 一天都不会 感觉我像是那种异性 在吃什么弱小的生物一样那种 加一个 最后三个了 先吃这个黄色的吧 先吃黄色的 讲道理了 这个里面还是 好吃的跟难吃的是一般一般的 应该是我误误开的 为什么我吃到现在就感觉光难吃的 就没有一个好吃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面前的这个对照表 我感觉我刚刚应该是吃到一个二十分的 因为它这里黄色的有臭鸡蛋 柠檬跟二十三个 就很明显 觉得跟臭鸡蛋还有柠檬没什么关系 应该是二十分 我知道但是二十分 绝对不是因为我吃过二十分 我先喝喝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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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触不ף 你肯定定定一端 但我也不会有这个 就是 把声音调到当中 有没有脑子进水的感觉 好 我们继续 不行 我的身体还在反白 在反抗 再歇一下 再歇一下 我感觉再来一颗难吃的 我就能直接吐出来了 再歇一下 歇一下 我们先吹会儿气 这边 还在耳朵里面 回来 再歇一下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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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 好 現在好久了 還有兩個 其實不只兩個 但如果把這裡都吃完我就掛了 再一次一次吃兩個可以了 這個是綠色的 綠色的應該不會再累 這味道我再說不過 青草吧 就是草地 草地的味道 這帽子戴著感覺好像紙張 這味道還挺好吃的 我為什麼會知道青草是什麼味道 因為我小時候特別皮 然後 我特別喜歡在草地上打滾 但其實不用打滾也該知道 這就是青草的味道 小時候我們家後面有一片草坪 小距離的 它有一個很高的斜坡 然後我就特別喜歡在那個 那個 那時候 剛剛那一片 剪完的時候 特別喜歡在那個坡上 然後就是 在最高的地方 然后两个手抱住前面 这样 然后开始往下滚滚滚滚滚 滚完之后身上沾的都是草 因为那时候刚 擦完的时候还蛮干净 然后 很多人都坐在那边聊天啊 散步啊 我就很喜欢在那滚来滚去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这样特别爽 我去玩一次 可以在那边来回滚个几十次 就看到别的小朋友都在玩 变成画画题啊 跳跳板啊什么的 就我在那打滚 就从高的地方滚到低的地方 然后再走回去 然后再滚 然后再走回去 很小的时候 谁小时候没做过点傻事呢 然后直到有一天 那时候开始 有人在那边溜狗了 然后 就 对 就应该是你们想的那样 然后我就再也没在那个草坪上滚过了 对 这些溜狗的家伙就 不过那个时候啊 想出来溜狗的人不像现在 都没有意识 就知道 要自己的沟出来要牵好啊 然后 有些东西要自己带走啊 就那时候没有 然后我就遭殃了 在那之后就没过过了 下一个 最后一个了 为什么把它留到那么后面呢 因为这个颜色看起来 看就不是什么震惊玩意儿 吓得我帽子都翻下来了 香肠味儿 好了 今天的吃完当中 是真的 好吃 给你们撒这个东西的小伙伴我做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 其实我知道 有时候不但是要做一些好听的声音 晚上 也可以试着像这样聊聊天啊 或者 一些常识啊 吃东西 做手工 各种各样的笔定饭 或捷克 好什么人吗 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那么久了 其实一直只想 大家习惯有一个陪伴 你们其实已经早就 不在乎做什么声音了 我知道的 对 你们不在乎 你们不在乎什么直升机啊 什么的 不在乎的 好了 就到这儿了 晚安 好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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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